水里国小的男子与女子足球队 取得晋级全国足球比赛的门票 让曾经得到国小足球世界杯冠军的女足队员是特别期待 去年我就已经跟学姐参加过国小世界杯了 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虽然我们有进了16强 但因为疫情所以我们停 所以停办就没有去比国小世界杯 就觉得非常的遗憾 所以我们这次的目标就要为学姐拿下一座冠军 也为我们自己拿下第一座冠军 那第一届我们拿到全国的总冠军 那本来设想说有机会去挑战三连霸 但是去年因为疫情 我们到16强就被通知比赛 就是终止 就是就没有再继续往后 那今年我们一样把目标放在 如果可以的话挑战自己 看看可不可以像第一届学姐一样 拿到全国总冠军 水里国小女子足球队陈俊宇 来的对外比赛成绩都相当杰出 已经吸引外线市喜爱足球运动的小学生 特别转学前来加入小队 我是来自台南的安平区 我会来水里国小是因为这里有女子 所以就要求就是想请爸爸妈妈带我来这里踢球 那我们的小朋友非常的努力 因为有这么多人的鼓励 然后今年呢是应该是世界杯的第三届 那期待今年呢是可以成型的 那我们也很不简单就是我们不管是男生或女生的足球队呢 都是在这一次的那个线赛的部分得到代表权 代表我们南投线呢参加全国的比赛 那副赛的部分呢是在中部 然后那个决赛的部分呢是在北部 希望这一次还是一样可以为我们南投争光 足球运动这几年来成为南投线重点栽培的项目之一 队员也都很努力积极备战 希望在月底的国小足球世界杯预赛中晋级决赛 记者 静医山线采访不到 中文字幕提供